你相信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存在这个宇宙的生物体吗? 外星人这个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议 许多声称自己被外星人带走过的人分享整个经历 但我们必须要眼见为凭 今天的真实案件是历史上唯一最有可信度的外星人案件 故事不仅离奇还有证据 但是在我们开始前 如果你喜欢离奇案件以故事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就在1967年5月20号接近晚上11点左右 一名50岁Stefan McLaughlin的男子进了加拿大医院 他的身体虚弱到需要大儿子参扶进去 柜胎护士立即推床开始询问身体状况 虽然男子身体不舒服 但他还是用尽最大力气跟护理师说 那天烧灶前他的胸口跟腹部都烧伤了 既然他的头剧烈的疼痛以及恶心想吐 完全没有力气 护理师立即将他推到检查室 医生到了之后就请他给他们看烧伤 他躺在床上手往下将衣服往上拉 检查室里面的人看到他的腹部跟胸部都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的肚子烧伤形状有着非常诡异的图案 是他们没有看过的烧伤样子 当他们在检查他的烧伤的时候 就请他说明烧伤的过程 Stefan内心挣扎 知道如果讲出来 可能会让他跟全家人遭到怀疑争议 甚至把他们当神经病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要把真相说出来 他讲完过程后在场的医生都大傻眼 睁大眼睛盯着Stefan看 不到24小时 他的故事已经上了全球所有的新闻媒体 也让美国跟加拿大秘密政府机构盯上他 想要马上一对一访问他 因为发生在Stefan身上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关键 在跟你们说他的完整遭遇前 先告诉你们Stefan McGlacca这个人是谁 让你们去思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因为到目前为止 猎鹰湖案件仍然是世界上最可行的UFO事件之一 Stefan McGlacca出生在波兰20世纪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 他就被纳粹党带进集中营 他在里面募集了太多太多违法道德的刑罚 在1945年集中营被去除后 他协助美军翻译解放其他欧洲的集中营 在1946年他决定带着太太跟三个小孩离开波兰 到加拿大温尼伯定居 接下来20年他们的生活都很顺遂 他在一间水泥工厂当机械师 但是在他年纪半百的时候 也就是1967年5月20号 他的生活整个180度大转变 就是著名的猎鹰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他本身是个业余的挖矿架 他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会在加拿大各地寻找矿物当他的兴趣 于是在5月那天他到了叫猎鹰湖的地区 他打听这个湖附近可能会有盈眶 5月19号礼拜五 他搭了巴士到离猎鹰湖最近的便宜旅馆住了一晚 隔天早上他大概在5点起床 准备好之后就出发到猎鹰湖 经过几个践行之后约9点左右 他发现爬坡道旁边有个空旷处 没有任何树木 这代表底下可能藏有许多矿物 他把装备都穿上带上后就开始专注地挖 挖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收获 11点左右他脱下装备面对着湖准备吃午餐休息 过了一个小时大约是12点15分 他又穿上装备开始专注工作 尽管他的锄头发出许多噪音 但他可以听到他背后传来的巨大声音 他停下动作听到一大群鹅像发了风的狂叫 于是他转身往湖面看去 第一眼就看到惊吓那群鹅的东西 两个发光物体盘旋慢慢地飞过湖面上 往他的方向去 当下Stefan看着这个飞行物体并没有觉得害怕 他认为这一定是军事飞机 所以就一直盯着这两台飞行物看 飞行物飞到距离约他150英尺左右就停下来 其中一台红灯变焗光后就往上飞消失在坑空中 另外一台则是慢慢下降到那块空地 降落后红灯就变成了橘色光环 飞行物内发出了一道超级强的紫光 让他很难直眼看那台飞行物 于是他将眼罩戴上 看着停在他前面45英尺左右的飞行物 预期机长会即将下飞机 在等待动静的头时 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绘画本 开始描绘眼前看到的飞行物 之后过了30分钟 飞行物的门终于打开 里面的紫光也照出来 他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 只能等里面的人走出来 可是奇怪的是门开了之后还是没有动静 因为太好奇他就决定走过去要呼喊里面的人 他离飞行物约18英尺处停了下来 因为他听到里面有两个讲话的声音 他就用英文大叫里面的人 就当他发出声音的当下 里面讲话的声音也突然停止了 然后又没有动静 于是他就开始用各种语言打招呼 但都没有回应 他把头伸进太空飞行器里 发现里面是个迷宫 光线非常强 他想摸一下平板光滑的表面 但是他的手刚碰到那里 手套就融化了 之后这个不明飞行物慢慢的移动着 下面看起来像通气通道的地方 突然有一阵热气喷出 烧到了他的胸部 将他的衣服燃烧起来 他顿时感到一阵眩晕 非常痛苦 这个不明飞行物在气流中上升后马上消失 他感觉头晕开始呕吐 随后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状态 他把东西带一带 花了几个小时约下午4点左右回到滤罐 他后来就决定先搭巴士回家再去医院 之后他的大指就把他带到医院 他的肚子上呈现了一个棋盘状的规律烧伤 Stefan说那是当时飞行物在移动的时候 那个像通气孔的东西喷了热气导致的 但医生检查后那并不是什么热度灼伤 而是一种化学作伤 但到至今所有的医生、科学家、任何专家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化学物质 甚至他们也无法解释跟检查出 他所有其他不舒服症状的导印 他做过了所有检查 报告都显示正常 一些不同组织的调查人员也到事发地点 发现的确是有什么东西降落过的痕迹 代表Stefan真的有遇到什么 只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最后只能未接接案 证明50岁男子跟他的家人生命却从此就不一样了 因为众人都认为他在说谎,精神有问题 他的小孩在学校也被当成眼中钉 Stefan在1999年享年83岁过世没多久前 被问到是否后悔将这个故事讲出来 他表示他现在非常后悔将真相说出来 但那个时候的他有一种要把真相公开的命定感 他在世的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过故事的过程 也没有靠这个事情赚任何一毛钱 他甚至花自己的钱写了40页 名为我遇到的不明飞行物的小册子 让所有过来采访他的人直接拿去阅读 所以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你也相信外星人存在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出帖